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神话破灭 被乌克兰用ATAC-MS炸毁了最重要的前线机场 损失大量的导弹和战斗机 中国防得住这种攻击吗?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伴随着俄军这次进攻 乌克兰前线基本上算是崩溃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已经取得完全的胜利 倒不如说现在他们距离一赢 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随着俄罗斯在战场上推进得越来越顺利 欧美对乌克兰的战场支持力度也在逐步提升 有部分之前西方不愿意大量提供给乌克兰的军备 正在驶入基辅 经消息人士证实 4月17日凌晨 乌克兰使用美制的ATAC-MS战术导弹 对克里米亚的俄军防空战地发起了突袭 乌克兰方面使用海马斯发射了多枚战术导弹 对俄罗斯进行超低空突击 精确命中了俄军的战科伊空军基地 并引发了巨烈爆炸 天亮之后 俄罗斯方面经典战损 发现有多套S-400S-300防空导弹和雷达系统被摧毁 这也是目前S-400防空系统首次被公开证实 遭到击毁 战科伊机场是目前俄军最重要的前线机场之一 该机场位于克里米亚 由于地处俄乌战争较为后方的位置 该机场承担起了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转场的重任 具备完善的后勤维护设施 长期驻有大批战机 攻击机和武装直升机 也正因为这个机场如此重要 俄军在这里部署了大量部队 道路也是完全封锁的 五步一港三步一哨 并且还有24小时不间断的空中巡逻 而就这么一个被重兵把守的基地 被乌克兰人用战术导弹炸成了这个鬼样子 给俄罗斯敲响了一击警钟 这次袭击的后果有多严重呢 根据美国卫星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战科伊基地预袭后立刻遭遇了大爆炸 在五个小时之后 由于灭火工作不力 引发了二次训报 基地内当时至少有六处火灾 第一本导弹袭击的目标是该基地的防空系统 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 击毁了三套导弹发射器和一套雷达 紧接着趁着俄军混乱了之后 乌克兰方面进行了二次袭击 估计是得到了美国的卫星情报 决定趁着打铁 由于基地防空网在第一轮攻击中被大幅削弱 第二次攻击直接采用全覆盖打击 以该基地后勤维护中心为基点 旨在尽可能瓦解俄军的机场后勤部给能力 俄罗斯方面事后表示 本轮袭击乌克兰使用了12发短程弹道导弹 导致至少22名俄军人员陷亡或失踪 先乌克兰媒体都表示 至少有30名俄军死亡 还有80人受伤 目前俄罗斯方面只公开了防空系统的损失被 对飞机本身的损失没有多说什么 但可以证实的是 目前俄罗斯正在将这个基地的飞机 转场到克里米亚东部的基洛夫斯基空军基地 这件事情证明了本轮 乌克兰的攻击基本算是达到了预定目标 摧毁了这个机场的后勤补给能力 该机场的战略价值基本上已经被完全打掉了 俄罗斯不得不重新选择一个新的机场 勇于飞机转场和后勤维护 之前俄罗斯已至宣称S-400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防空导弹 无论是探测距离 京度 拦截距离都远远领先于爱国者 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俄军基地还会遭到如此的灭顶之灾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拦截弹道导弹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全球军事装备研发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ATS-MS的射程再怎么短呢 也是弹道导弹 弹道导弹在进入末端制导的时候 速度会显著提升的 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武器可以对其进行有效拦截 别说俄罗斯也换中国美国都没法拦截 这么说吧 防空反导系统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是为了对付巡航导弹而诞生的 对弹道导弹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自由 打中了也是懵着的 接下来问题来了 换成中国 我们要如何对付海马斯和短程弹道导弹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直接从原头上搞定啊 中国有着完备的卫星侦察网络和信息化监测设备 我们可以清晰探测到周围对手的一举一动 虽然短程弹道导弹发射后几乎不存在拦截的可能性 但如果我在你发射之前就给你的发射器摧毁了 那你的导弹再怎么厉害也没用 俄罗斯不是不想摧毁海马斯 单纯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这么强的战场监控系统 以至于海马斯能活到今天 真的想和中国拉开架势打 这种射程没多少的东西建议还是别拉出来丢人现眼了 只有用防区外攻击武器才能对中国进行有效打击 其他任何的骚操作都没用 所以和中国对拼比的就是最基础的综合国力